在有限的土地资源 人口增加与社会发展的三重压力下 在法令的管制下 山坡地开发成为无法避免的趋势 同时也为了减少山坡地违规开发情形 桃园各巡山志工队 每个月会依照分配路线来巡查 若有违规事项就会回报给市府水务局 市政府就会立即派员前往自治取地 并施以重罚 桃园地形得天独厚 要妥善利用山坡地土地资源 除了运用卫星影像 更无人机空拍技术 随时掌握山坡地动态 也感谢志工团体与市府 共同做好后续的维护管理工作 有关山坡地在管理方面 工部门的人力有不足 但名利无穷 也感谢这些志工的无私奉献 那像他们会在闲暇之余 帮我们在有关在山坡地里面 做一些通报的动作 那山坡地志工的巡查 每年通报大概有100多件 那经过我们核实之后 有些东西违规的话 也达到一定的比例 可以有效的遏制一些违规 让我们的好山好水 可以做一个维持 也感谢志工们的牺牲奉献 志工队成员 涵盖退休公务员 老师 登山同号等 协助市府进行山坡地违规巡查 及通报违规事项 推广水土保持观念 那么平时我们根据 安排排班表这个情况 我们会每个月都会有12条路线 去做桃园县的所有的山坡地的 一个巡查的工作 巡山的志工不只是一份荣誉 也是一份责任 那责任是查报 有关于山坡地 滥肯滥罚的一个样态 查报给政府单位 那政府单位因为人力的缺乏 因为我们的查报 他们更快可以去加以取缔 或者开罚 山坡地巡守志工队 以轮班执勤方式 巡查各自分配路线的山林步道 成为桃园市政府最可靠的民间协力支援 共同守护桃园的好山好水 桃园有线新闻 林佳靖 李安五龟山采访报导